全能神话语朗诵 揭示狄基督 副篇三 挪亚亚伯拉罕如何听神的话顺服神 二 上次聚会交通了狄基督各种表现的第十条 藐视真理 公然违背原则 无视神家安排 具体交通了什么内容? 神主要交通了怎么对待神的话 这一条跟第十条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狄基督藐视真理 公然违背原则 无视神家安排这条表现中 其中有一条就是人对基督所说的话 只听不服也不顺 人不会听神的话 也不会按照神的话去实行 上次神交通了怎样对待神的话 怎样听神的话 然后把神的话落实执行下去 都听懂了 是吧? 上次聚会我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挪亚的故事 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这在整本圣经当中是两个很经典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 都了解 但是很少有人在了解这两个故事之后 知道怎样对待神的话 对待神的要求 那咱们交通这两个故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人知道 作为一个人 一个受造之物 应该怎样对待神的话 应该怎样对待神的要求 受造之物在面临神的要求的时候 在聆听神的说话的时候 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 应该有怎样的态度 这是主要的 这就是上次交通这两个故事 要让人知道明白的真理 上次交通完这两个故事之后 对于怎样顺服基督 怎样听他的话 人该存有什么样的态度 该站在什么角度 什么位置上来对待基督 对待基督所说的话 还有人怎样对待从神来的说话 从神来的要求 这里面人应该明白哪些真理 这些你们都清楚了吗? 第一条 对待基督要坦诚相待 第二条 学会尊重基督 第三条 听话 用心去听神的话 规则是记住了 这规则我要是不说 你们能不能从我所讲的这两个故事当中 自己总结出来呢? 我们只能总结出一条 神说什么话 我们都得听 你们只能总结出简单的 规条性的 带有理论性质的一些做法 对于这里面人应该明白 应该寻求的真理 你们还是不明白 不知道 那咱们今天再细节地交通一下 挪亚和亚伯拉罕的故事 1.挪亚对待神话的态度 先说挪亚的故事 挪亚的故事 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 上次聚会 粗略地讲了一下 为什么是粗略地讲呢? 因为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 具体细节 多数人都知道 如果有不太清楚细节的 可以到圣经里查找 咱们要交通的 不是关于这个故事的具体细节 而是要交通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挪亚 是怎样对待神的话的 这里面有什么真理 是人应该明白的 还有 神看到挪亚的一举一动之后 神的态度 神的心思 神对挪亚的评价又是怎样的 这是咱们应该交通的细节内容 从神对待挪亚的态度 对待挪亚的所作所为的评价上来看 咱们足可以了解 神对人类 对跟随他的人 对他要拯救的人的要求标准 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是不是有真理可寻求 有真理可寻求的地方 就值得咱们加以细节的解剖 揣摩 交通 挪亚这个故事的具体细节 就不再重述了 今天要交通的 是挪亚对待神的种种态度 这里面可寻求的真理 与神对挪亚的评价里 人所要明白的神的要求 与神的心意 挪亚是一个普通的敬拜神 跟随神的人类中的一员 当神的话语连到他的时候 他的态度不是慢慢腾腾 磨磨蹭蹭 不急不慌 而是特别认真的聆听神的话 特别小心地用心地聆听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的字字句句 用心去聆听 去记住神对他吩咐的每一件事 一点不敢怠慢 他对待神的态度 对待神话语的态度 是有敬畏神之心的 让人看见他心里是有神的地位的 对神是有顺服的 他仔细地听神在说什么 神说话的内容是什么 神让他做什么 他用心去听 不是在分析 而是在接受 心里没有拒绝 没有反感 没有不耐烦 而是静静地 仔细地 用心地在记着 神对他所要求的每一句话 每一件事 当神嘱咐完他每一件事的时候 挪亚用自己的方式 把神所说的 所托付他要做的每一件事的细节 记述下来 然后放下手中的活计 打破原来的生活常规 打破原有的生活计划 开始筹备 神所托付他要做的每一件事 开始筹备 神要求他造方舟所需要的 每一样物资 对待神的话 对待神的要求 对待神话中所要求的 每一个细节 他都不敢怠慢 他用自己的方式 将神所要求他的 所托付他的每一件事的重点 细节都记述下来 反复揣摩斟酌 接下来 挪亚要做的就是去寻找 神让他筹备的每一样材料 当然 在神吩咐完他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之后 他用自己的方式 将神所托付 所吩咐的每一件事 做出一个详尽的计划部署 然后一步一步地 按照自己的计划部署 也按照神所要求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具体的步骤 去落实 去执行 整个过程中 挪亚所做的每一件事 无论是大事小事 无论在人看是起眼的 还是不起眼的 都是神所吩咐过的 都是神的话中所提到的 所要求的 从挪亚接受完神托付之后的种种表现来看 他对待神话语的态度 不是仅仅听一听就完事了 更不是听完之后 选择自己心情好的时候 环境好的时候 或者有力的时机再去做 而是放下手中所有的活迹 打破生活的常规 将神所吩咐的造方舟这件事 当作以后生活和人生当中 最大的一件事情去落实 他对待神托付的态度 对待神话语的态度 不是漫不经心 不是敷衍 不是任性 更不是拒绝 而是悉心聆听神的话 用心去记 去揣摩 他对待神话语的态度 是接受 是顺服 在神看 这才是神所要的 真正的受造之物 对待神话语该有的态度 这个态度里面 没有抗拒 没有敷衍 没有任意妄为 也没有仁义的掺杂 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受造的人类 该有的态度 诺亚在接受了神的托付之后 计划着如何将神所托付的方舟建造起来 他寻找各样材料 寻找建造方面有关的人员 与各样工具 当然 这里面内容很多 不是我们在文字表面看到的 那么简单 那么轻松 在那个还没有工业的年代 在那个做什么事情都靠人力 靠手工去完成的年代 要建造这样一个方舟 要建造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要完成神托付的建方舟这事 可想而知 这个难度有多大 当然 人如何计划 如何筹备 如何设计 以及寻找各样材料 工具等等 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事 可能诺亚都没有见过 这样的大船 诺亚接受了这个托付之后 从神说话的字里行间 从神所说的所有内容上来看 他知道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是简单容易的事 这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 意味着挪亚接受这个托付之后 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另外 从神能够亲自召唤挪亚 亲口吩咐她 如何建造方舟 这点上来看 这件事情 非同一般 不是一件小事 从神所说的 字字句句的细节上来看 这件事情 不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能够担当得了的 神能够召唤挪亚 托付挪亚造方舟 可见挪亚在神的心中 是怎样的分量 对待这件事情 挪亚当然也能领会到一部分神的心意 当她领会到神心意的时候 她知道她以后将要面临怎样的生活 也能意识到些许 以后将要面临的各种困难 虽然挪亚领会到 也意识到 神托付她的这件事情 难处有多大 她所要面临的种种考验有多大 但是 她心里并没有抗拒的意思 而是深深地感激耶和华神 为什么要感激呢 就是这么大一件事情 神居然能托付给她做 而且亲口告诉 亲自说明每一样细节 更重要的是 神将为什么要建造方舟 这件事情的原委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挪亚本人 这件事是神经营计划的事情 是神自己的事情 而神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挪亚 挪亚感觉到了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总之 从种种迹象上来看 也从神说话的语气 神所交代的事情的方方面面来看 挪亚感觉到了 神所托付的建造方舟仪式的重要性 她从心里领会 并不敢怠慢 也不敢忽略每一个细节 所以 当神吩咐完之后 挪亚就列出计划 就开始着手 筹备建造方舟的每一项事宜 寻找人力 筹备各样材料 也按照神所说的 将各样活物 逐步搜集到方舟中 挪亚建造方舟的整个过程 是充满了难度的 先不说风吹日晒雨淋 酷暑严寒 春夏秋冬 一年一年是怎样度过的 先说说 建造方舟的工程浩大 各样材料的筹备 还有建造方舟的过程中 所面临的各种难处 这些难处包括什么 有些活计 不是人想象的 做一次就能成功 而是要面临多次失败 做好了一看不行 再拆 拆完之后 还得另外再预备材料 然后再做 不像现代人 做什么都用电子设备 设置好之后 按照程序去做就行了 现在人做这些手工活 都是机械化了 只要开动机器 就可以做活了 在那个时代 就是原始社会 做什么活都要靠手工 做什么活都要亲力亲为 靠眼睛 靠思维 靠用心 也要靠劳力 当然 更多的是要依靠神 随时随地寻求神 在面临各种困难的过程中 在建造方舟的日日夜夜 挪亚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完成这项浩大工程中 出现的各种状况 同时也要面对来自周围的各种环境 还有人的击笑 毁谤 辱骂 这些事拿到现在来说 我们即使没有亲历当时的场面 但是对于挪亚当时所面临的 所经历的种种难处 与所要面对的种种难关 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二 在建造方舟的过程中 挪亚首先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 家人的唠叨 埋怨 甚至诋毁 其次要面对周围亲人朋友 还有各种各样人的毁谤 讥笑 论断 但是挪亚的态度只有一个 那就是听神的话 将神的话落实到底 永远不能变 挪亚的决心是什么 只要我活着 只要我还能动 神的托付我不能撂下 这就是他建造方舟 这项浩大工程的动力 这也是他面对神的吩咐 聆听完神的话之后的态度 面对各种难处 面对各种困境 面对种种难关的时候 挪亚没有退缩 即便是面对有些高难度的工程 常常出现失败损坏 虽然他心里难过 着急 但是想想神说的话 想想神吩咐他时 所说的字字句句 还有神对他的高抬 他心里常常备受激励 不能放弃 不能将神的吩咐 将神托付要做的事情 丢掉不管 这是神的托付 我既然接受了 既然听到了神的说话 听到了神的声音 既然从神领受了 就应该绝对地顺服 这是作为一个人该达到的 所以 无论临到怎样的难处 无论面对怎样的绩效诽谤 无论他的肉体多么劳累 多么疲乏 神所托付他的事情 他并没有放弃 神对他所说的 所吩咐的字字句句 他时时牢记在心里 无论环境怎样变 无论临到的难处有多大 他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 唯独神的话不能废去 唯独神所吩咐要做的事 必然能成就 挪亚带着对神的真实信心 也带着自己该有的顺服 继续建造着 神所要求他建造的方舟 一天一天过去了 一年一年过去了 挪亚的年龄越来越大 但他的信心并没有减 他完成神托付的决心与态度 并没有变 虽然肉体有时候疲乏劳累 有病痛 心里软弱 但是他完成神的托付 顺服神的说话的决心与毅力 并没有减 在挪亚建造方舟的岁月当中 挪亚是在实行聆听 顺服神的说话 也是在实行一个受造之物 一个普通的人 该完成神托付的 一条重要的真理 整个过程其实在外表看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建造方舟 把神所告诉他要做的 做好做完 但是能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顺利地完成 需要的是什么 不是需要人的热心 不是需要人的口号 更不是需要人一时兴起的启示 也不需要人对造物主 所谓的仰慕 这些都不需要 这些所谓的仰慕 人的誓言 人的热心 还有人精神世界里 对神的信仰 在面对挪亚造方舟 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没有丝毫用处 在面对挪亚真实的信心 与对神真实的顺服的时候 人就显得那么贫穷可怜 人所明白的那点道理 就显得那么空洞 苍白无力 更显得那么的可耻 卑劣 龌龊 挪亚造方舟 历经了一百二十年 这一百二十年 不是一百二十天 不是十年 也不是二十年 而是比现在正常人的寿命 还长几十年 从时间的跨度上来看 从他完成这件事情的难度 和工程的浩大程度上来看 挪亚如果对神 没有真实的信心 他的信心 如果只是一个念想 一个寄托 一份热心 一种渺茫的信仰 那这个方舟 能不能建造起来 如果他对神的顺服 只是一句口头的答应 只是像你们现在一样 是在文字上 笔头上的一个记录 那这个方舟 能不能建造起来 如果他接受神托付的 这个顺服 仅仅是一个决心 一个心智 一个愿望的话 这个方舟 能不能建造起来 如果挪亚对神的顺服 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撇弃 花费 付代价 还有口号 还有口号 理论上的多做工 多付代价 对神有忠心 那这个方舟 能不能建造起来 这就太难了 如果挪亚接受神托付的态度 只是一种交易 只是为了得福 得赏赐 那这个方舟 能不能建造起来 绝对是不能的 一个人的热心 坚持十年 二十年 可以 坚持五十年 六十年 也可以 但是到临死的时候 一看什么也没得着 对神就失去信心了 坚持二十年 五十年 八十年的热心 都不会变成顺服 不会变成真实的信心 这是很可悲的事 而挪亚所具备的 真实的信心 与真实的顺服 恰恰是现在的人 所不具备的 也恰恰是现在的人 所看不见的 所看不起的 所藐视的 甚至 嗤之以鼻的 每每讲起 挪亚造方舟的故事 人都津津乐道 都会讲 都会说 但是挪亚具备了什么 她具备了 怎样的实行路途 具备了怎样的 神所要的态度 与对待神 丰富的观点 具备了怎样 聆听神话 实行神话的人性品质 对这些问题 谁也不去想 谁也不去揣摩 所以我说 现代的人 不配讲述挪亚的故事 因为在任何人 讲述挪亚故事的时候 仅仅把挪亚 当成一个传奇人物 甚至当成 一个普通的白胡子老头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 这个人的真实存在 到底是怎样的 人心里都话问号 并没有从心里去体会 挪亚接受神托付之后 她的种种表现 是怎么达到的 今天再看挪亚 建造方舟这件事情 是一件大事 还是一件小事 仅仅是从前有个老头 造了方舟 这样一个 普普通通的故事吗 挪亚是人类中间 敬畏神 顺服神 完成神托付的 一个最值得人 效法的人物 是神称许的 也是现在跟随神的人 应该效法的对象 他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是什么 他对待神的话 只有一种态度 那就是听而接受 接受而顺服 顺服到死 就是这样一种 最珍贵的态度 获得了神的称许 他对待神的话 不是应付了事 不是敷衍 不是在心里研究 分析 抵触 拒绝 然后将其抛之脑后 而是认真的聆听 心里一点一点地接受 然后就揣摩 如何实行神的话 如何落实神的话 如何按照神话的原意 去实行 而不走样 在揣摩神话语的同时 他在心里 安安告诉自己 这是神的话语 这是神的吩咐 这是神的屠夫 我则无旁贷 必须顺服 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不要违背神的任何一个意思 也不要忽视神话中所说的每一个细节 否则就不配称为人 就对不起神的托付 也对不起神的高抬 如果神所说的 神所托付的 我在此生不能完成 将会留下遗憾 更会愧对神的托付 神的高抬 无言回到造物主的面前 诺亚心里所思所想的 他的每一个观点 每一种态度 都决定了 他最终能够将神的话实行出来 将神的话变成现实 将神的话落实到实处 使神的话通过他的努力劳作 得到应验成就 通过它变成实际的东西 使神的托付 不置落空 从诺亚心里所思所想的 所产生的每一个心思意念 与他对待神的态度上来看 诺亚这个人 值得神托付事情 是神所信任的人 也是神所看重的人 神查看人的一言一行 查看人的心思意念 在神看 诺亚能这么想 神没有选错人 他担得起神的托付 担得起神的信任 他能够完成神的托付 在整个人类中的托付 在整个人类中间 他是不二人选 在神眼中 能完成造方舟这么大一件事情的 只有诺亚是不二人选 那诺亚这个人具备了什么 其实就两样东西 真实的信心 与真实的顺服 这是在神心里 对人的要求标准 这简不简单 这不二人选 就具备这么简单的两样东西 但是除了挪亚以外 没有任何人具备 有些人说 怎么就不具备呀 我们现在撇家舍业 工作 前途 学历 什么都不要了 儿女 财产都撇下了 你看我们多大的信心呢 对神多大的爱呀 跟挪亚比差在哪儿啊 神要是让我们见方舟的话 现在现代化工业发达 木材 各种工具 不有的事吗 我们开着机器 也能顶着烈日干活 我们也能起早贪黑 完成这点小活 算什么呀 挪亚用一百年 我们缩短时间 不让神着急 用十年就造完了 还说挪亚是不二人选 要是拿到现在 不二人选多了 我们这些撇家舍业的 对神有真实信心的 真实花费的人 都是不二人选 神怎么就说 挪亚是不二人选呢 这也太小瞧我们了吧 这话有没有问题 有人说 挪亚那时候 科学技术很落后 没有电 没有现代化机器 连最简单的电钻 电锯 钉子都没有 那怎么造方舟啊 现在这些东西 我们都具备 我们完成这项托付 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神如果在空中 跟我们说话 让我们建造一个方舟 不用说一个 十个也不在话下 这算什么呀 小菜一碟 神你尽管吩咐 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们这么多人 建成一个方舟 那太容易了 十个二十个 一百个都能给你造出来 你要多少有多少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我一说挪亚是不二人选 有些人听了 心里就想较劲 就不服气 古人不在了 你觉着古人好 现在的人在你眼皮底下 你总看不着他们的好 现在的人做这么多好事 行这么多善 你都看不着 挪亚就做这点小事 不就是那时候 没有工业干点活费劲吗 你就觉着 他做的这事值得纪念了 成榜样成楷模了 就看不着我们现在的人受的苦 为你付出的代价 就看不着我们现在的人的信心 是不是这么回事 不管什么年代 不管人生活的环境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这些物质的东西 还有大环境都不算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 什么是重要的呢 最重要的不是你生在什么年代 不是你是否掌握了什么科技 也不是你曾经读过 听过多少神的话 最重要的是 人具不具备真实的信心 人有没有真实的顺服 就这两点 少一点都不行 把你们放在挪亚那个时代 谁能完成这项托付 我敢说 就你们这些人合到一起 都做不了这样一件事情 连一半你们都做不到 没等把各种材料预备齐 不少人就跑了 就该埋怨神 怀疑神了 少数人能勉强坚持 凭着毅力 凭着热心 凭着意念能坚持 但这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得凭着怎样的动力能坚持呢 没有真实的信心 没有真实的顺服 能坚持几年 那就得看人品了 人品好一点 有点良心的 能坚持十年八年 二十年三十年 也可能能坚持到五十年 到五十年的时候 他又会琢磨 神什么时候来呀 洪水什么时候降下呀 神给的那个记号 什么时候出现呢 这一辈子都做这一件事情 万一洪水不来怎么办呢 这一辈子没少吃苦 都坚持五十年了 够格了 现在放弃 神应该也不纪念 不会定罪 那我过自己的日子去吧 神也不说话 也没什么反应 成天看蓝天白云 也看不着什么 神在哪儿啊 当时打雷说话的那个 是不是神呢 那是不是幻觉啊 这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神也不搭理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祷告神 神也不开启 不引导 算了吧 还有真实的信心吗 时间长了 就该怀疑了 就该思辨了 就要自谋出路了 把神的托付 把当时一时的热心誓言 就都放下了 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要过自己的日子了 把神的托付放脑后了 等哪天神亲自来催了 问方舟见得怎么样了 他说 哎呀 神真存在呀 真有神啊 赶紧见 神要是不说话 不催 他就觉得 这事不太要紧 等等再说吧 这样的活思想 这样勉强应付着 做事的一种态度 是不是 真实的信心 所该表现出来的态度 具有这种态度不对 这不具备真实的信心 更不具备 真实的顺服 当神亲口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那三分钟热度 表现出了你对神的信 当神把你放在一边 不督促 不监督 不过问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没了 时间长了 神不向你发声 也不向你显现 不做任何的视察工作 你的信心就彻底没了 就要过自己的日子 就要搞自己的经营了 神的托付就忘到脑后了 你当时的热心 誓言 决心 就都不算数了 你们说 就这样的人 神敢托付大事吗 不敢 为什么不敢 不值得信赖 这话说对了 就是这五个字 不值得信赖 你不具备真实的信心 你不值得信赖 所以你不配让神托付你什么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配呢 神托付的事 我们就做呗 兴许还能做成呢 生活上的事 自己随便做一做 稍差点没什么 但是神托付的事 神要做成的事 哪一件是简单的事 如果托付一个二杆子 一个骗子手 一个做什么都能应付 糊弄的人 一个接受了托付 还能随时随地 背信弃义的人 这不是耽误大事吗 要是让你们选择的话 要托付一件重大的事 你会托付什么样的人 你选择什么样的人 最起码这个人得信得过 有人品 不管到什么时候 无论临到多大难处 你托付他的事 他都能为你尽心尽力地完成 给你一个交代 人托付别人办事 还选择这样的人 何况神呢 所以对于洪水灭世 这样一件大事 需要建造一个方舟 需要一个值得留下来的人 留下来 那神会选择谁呢 首先在理论上 会选择一个配留下来的 配在下一个时代活着的人 那从现实上来讲呢 就是这个人 首先得能听神的话 对神有真实的信心 神无论说什么 无论说话的内容是什么 合不合人的观念 合不合人的口味 合不合人的意思 他都能当神的话去对待 神无论让他做什么 他都不否认神的身份 他永远把自己 当成受造之物 永远把听神的话 当作天职 罗亚在神心中 就是这样的人 不仅仅是在下一个时代 该生存下来的一个人选 而是能够足以担当重任 足以将神的话 不折不扣地 顺服到最终的一个人 也是能将神所托付的事情 用生命来完成的一个人 这些罗亚都具备了 从罗亚接受神托付的 那一刻开始 到他完成神所托付的 每一件事情的那一刻 这个期间 罗亚的信心 与他对神顺服的态度 起了绝对的 关键性的作用 没有这两样 这个工作是完不成的 这个托付是完不成的 如果罗亚在接受神托付的过程中 有个人的意思 有个人的打算 也有个人的观念 整个事情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对于神所交代的 每一样细节 材料的规格 品种 整个方舟建造的方式 方法 还有整个方舟的规模 尺码 如果罗亚一听 要建这么大的东西 那得多少年呢 要找这些材料 那得费多大的劲 得受多少苦啊 我得多累啊 要是这么累的话 我是不是得折受呀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神也不放过我 还让我干这么累的活 我能受得了吗 干就干吧 我有招 我按着神说的意思 大概做做就行了 神要找一种不进水的松木 据说哪个地方有 但是那个地方挺远 还挺危险 找到得到 得费很大的劲 那就不如在附近 找一种类似的 差不多的代替 不单风险 又累不着 是不是也行呀 罗亚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她如果这么计划的话 这是不是有真实的顺服 不是 比如 神让剑这个方舟一百米高 她一听 一百米太高了 那么高人都不好上去呀 上高处去工作 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呢 那就让她矮点吧 剑五十米 这个危险性还不那么大 人上去还容易一些 这不也行吗 她动不动这样的心思 你们说 挪亚要是动这样的心思 神是不是找错人了 挪亚对神真实的信心与顺服 让她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 即便会那么想 但是绝对不会那么做 这点 在神来看 挪亚是值得信赖的 首先 她在神所要求的细节上 不会做任何的改动 也不会掺有个人的意思 更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改变神对她要求的细节 而是要原原本本地 按照神所要求的去落实 无论建造方舟的材料多难获得 无论做这个活多费力多难 她都要努力地 竭尽全力地把它做好 这是不是她值得信赖的地方 这个值得信赖的地方 是不是她真实顺服神的实际表现呢 这个顺服里有没有绝对 没有掺杂 没有个人的意愿 不掺有个人的打算 更不掺有个人的观念 与个人的利益在里面 而是很单纯的 很简单的 绝对的顺服 这好不好达到 不好达到 有些人可能不服 这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自己少动脑筋吗 就像机器人一样 神怎么说就怎么听 那还不容易 到做事的时候 难处就来了 人总有活思想 总有自己的意愿 就容易怀疑神的话 能否成就 神说的话 当时听着挺容易接受 到做的时候就费劲了 一受苦就容易消极 不容易顺服 看来 挪亚这个人的人性品质 与真实的信心 还有顺服 真是值得人效法的 挪亚在面对神的话 神的吩咐 神的要求的时候 她是怎么对待 怎么顺服的 现在清楚了吧 这个顺服里面 不掺杂个人的意思 就是要求自己 对神所说的 要绝对的顺服 听从 落实 别走样 别耍小聪明 不要自作聪明 不要觉着自己高明 可以为神出谋划策 可以在神所吩咐的事情上 加添自己的意思 不要献好心 这是不是绝对的顺服 该实行的 为神了 你为神的不忍格 你为神的不忍格 那么 如何